俄乌战争旷日持久 死伤人数不断的攀升 针对乌克兰早前控告 俄罗斯公然违反国际法 对基辅发动战争仪式 国际法院将在来临星期五 裁定是否审理 俄罗斯两年前 以制止乌克兰对东部地区的 俄语族群展开种族灭绝为由 先发制人对基辅展开军事行动 另一边乡的乌克兰博斥指控 并在双方交战几天之后 诉诸国际法院 控告俄罗斯已经违反了 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 莫斯科则在去年9月的听证会上 斥责基辅的法律论据存在缺陷 要求国际法院不会申请 要是国际法院最终接受了 乌克兰的申请审理案件 下一场听证会 预计还要等到几个月后才会展开 希多联系不通 只要过替讨论 条例子 指控了 预论 调子 野良 语旨 语旨 准备 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